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晨 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就是徽章的设计 所谓徽章 所谓军徽 孝徽 章就是文章 我们讲这个人文章很好 其实古代的文章是指衣服上的文士 文士是有阶级性的 帝王将相 公侯博子男等等等 全部都是有一定的规定 文官武官都有 古代的我们不提 我们先提一下现代的好了 我们常常当兵或怎么样 或到某个单位或到学校去 学校都会有这个徽章 比如说学校有校徽 军中有军徽 兵种有兵种的那个 识别的这种东西 我现在头上戴这个是一个饰品 不是什么军徽 我大概用遮阳帽 遮阳帽上有一个商标 我会把这个商标遮住 我不做别人的广告 那我现在就讲这个军徽 这个其实不是个军徽 它是一个饰品 它做的挺好的 因为它做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钝的形状 那这上面有两个钮 镀金的钮 那个是那个塑膠镀金的 它是那个上面是美国国防部的标志 一个老鹰抓了箭 那个 那这个设计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第一个它是一个盾 只要是有盾这个形状 就暗示什么呢 暗示是防卫 国之干城 所谓的那个盾就是防御的意思 像这个就是一个防御 国防部就是防御而不是攻击 再来就是像比如说保全公司 它的那个mark一定要往盾的方向去设计 比如说那个武警部队也要用盾 因为它是防御为主 而不是以攻击为主 那其他的那个所有的国军的各个单位 基本上都是要用盾 因为盾就是什么 防御的隐含 就是挡箭牌嘛 所以这是因为一个盾 第二个它用了那个用的徽章 是国防部的徽章 美国国防部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 这个这上面的设计很有意思 底下修了一行英文字 是什么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 就是美利坚合纵国的意思 后面就United States 就是那个合纵的意思 那如果后来of American 就是美国那个联邦共和国的意思 那这个盾 这上面中间有一个灰 在这里有一个灰 这个是海军的海毛 那实际上 这是用那个热熔胶黏上去的 那底下有两条这个 两条铁链 感觉上就有点这个晃荡的时候 Bling Bling 挺有意思的 我这个六十几岁老头 带这个东西 主要是要讲解这个徽章的设计 这个好在哪里呢 因为它这个徽章可以共用 只要把这个 这边是海军 你就用一个铁毛 用海毛 这边有一个海毛 如果你是陆军 你就两支枪交叉的 如果你是空军 你可能是用飞机 或者什么东西 或者两个翅膀之类的 如果你是三军的 就是铁毛 旁边在两个翅膀 然后再两把枪 这个台湾的某一个某一个某一个 某一个某一个兵科 就是就是用那个徽章 一个铁毛 然后两个翅膀表示空军 铁毛表示海军 然后两把枪交叉 表示陆军 海陆空都在那个徽章上面 所以我今天就这样简短介绍 我想很多的设计科系的学生 通通都会有这样 都会有这种课程嘛 设计要交作业的时候 我就拿这个做一个例子 可能你就可以增加你的那个思考的 这个方向跟广度 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其实是一个凶章 我把它扁在这个遮羊帽上面 只是觉得要遮盖原来的那个商标 而钢巧在上面这个 这个盾上面 也有几个英文字 那几个英文字就是trade trade就是什么商标的意思 trading mark 就是商标的意思 所以这个以上是跟各位 因为我想我以前设计过 从大概高中时代 因为自己开了一个武馆 所以整个我们武馆的那个mark 跟那个徽章 以前都是用锈的 用电锈 锈的那个 都是我设计的 全部都是文案 图案什么 全部都是我设计的 标章 那个说我的道馆里面的学生 穿的道服上面 全部都是有 都是缝制的 我的这个徽章 那个徽章就是我墙上画的那个飞梯 这凡史总统 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没有任何没有读过 那个美术方面 也没有那些参考书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住在 住在这个地方的军 碰到很多军人嘛 五十多万大军的 有陆军海军空军都都见过 所以常常这些这些军服 军徽看的很多之后 而且还有店里面 还有还有卖军品的 看的太多了之后 我们很容易就上手 你会画画的 随便就上手 顺便提一下 台湾的海军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部队的那个军徽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原始设计的人画的东西 非常的 非常的粗漏 我可以这样讲 比原始人的还要粗漏 但是也绣成那个 那个绣成他的徽章 大家都戴在头上 戴在的胸部 穿的军装 也是用那个背章 而那个背章的那个图案 非常的非常的丑陋 可以这样讲 哪个部门我就不讲了 因为那个 我随便画都比他漂亮 我可以这样讲 我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 从我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自己常常画设计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做的很丑陋 你要么就从美国直接 美国那个军种是什么 你就拿过来 但美国的军种的东西 这个它原始设计可能很好 或者也很粗漏 比如说蛙人部队吧 蛙人部队 那个美国的 美国海军报复队的那个 这个mark是一只青蛙 在抽一个大雪茄 那是美国式的幽默 跟美国式的风格 那台湾用一个冰种 如果是用这样的mark的话 台湾人不能接受 这个 所以要画一个高大上的一个东西 可是又画不出来 想画的很具象的话 因为图案的东西要简化 线条要简化 非常简化 所以你如果画的太仔细 太那个的话 它绣不出来 而且绣出来之后也看不见 明示度不够 所谓明示度就是 你一眼就会看出来它是什么 而不会 不会说 你还要解读 还要判读什么 不用 眼睛一看就知道 像海毛一看就知道 海军 无物 可是你在海军里面 还有其他很多单位 那些单位的时候 你就会让 就要让人产生其他解读的方式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 你如果说各位 各位可以看很多的那个 很多的军 军灰 那个兵科 不是军灰 很多兵科 很多兵科的那个标志 你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你不知道它那是什么东西 你还得要问一下 阿什尔 请问一下 你这个什么兵科的 他告诉你 你还想了半天 想不出来 那就说原始设计的人的那个思路 不够广 而且再来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那个海军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兵科 就是在军舰上有个叫做电子 电子官 是军官才有 室官没有 现在 现在那个 那个可能叫做什么 叫做电子 还是支电之类 资讯电子 或者电子 资讯之类的 反正就是用电脑了 可是他 他那个 在美国 他原始的军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真空管的一个符号 我在那个 通讯专家 那集有 有画过 画过 现在这个军灰还存在 我以为已经没有了 还存在 可是现在真空管 早就没有了 现在集体电路 IC 已经没有真空管了 没有人在用真空管 二集体 三集体 IC 集体电路 中国当然叫集成电路块 都是已经用电脑的东西了 那个真空管 早就没有 可是那个符号 是在我这个1955年出生的人 高中时代的 那个时候还在 电子学里面还在讲真空管的事情 五吨收音机等等 现在收音机 早就 电晶体已经 早就已经类比 然后 数位化了 时代已经 已经进步 但是那个军灰仍然保留的 我就曾经问过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个人说 不知道呢 就挂那个军灰的人都不知道 那是真空管 因为 甚至于后面的人 如果再复制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不了解 它这个原始符号的来历 所以可能都会复制的 荒腔轴板 不知道它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三个上面一个平级 中间一个乍级 底下一个阴级 它这个 这个是一个真空管的符号 但是只有我这种哈 1955年出生 今天67岁老头 我一眼就看出了 因为那个东西 我们以前耳熟能详 而现在的人已经死过境迁 但是 你要设计一个徽章 一个徽章 你必须要怎样 我们看到英国古代那些 那个王室啊 贵族他们的那个徽章 太繁复了 不是狮子就是老虎的 没有老虎了 欧洲人比较喜欢狮子 不是狮子就是皇冠 这一类的东西 只要一看到皇冠 就不是皇家嘛 那再来看到狮子 就表示王室贵族 才会有两只狮子 蛇头吐出来 像火焰一样 诸如此类的东西 它是靠什么 靠它的 靠那个文章的繁复 让你目不暇接 才会blingbling的 散发出金啊银啊这些 还有那些香啊 钻石绿松石等等等 宝石之类的东西 让你觉得很富贵而已 但是军灰不是这样的 军灰是不能够复杂 要很简单 一眼就看出来 当然这个其实已经很复杂了 它的复杂是因为 如果把那个背景 或什么去掉的话 它很单调 但是军灰的本事 原来的目的就是这样 而这个的例 这个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这个例子虽然 是一个廉价的玩意儿 但是我是觉得有趣的 它可以把中间那个 那个海陆空军的换掉 你把这个随便换一个 这个灰都可以通用 所以我 这就是我觉得 看到这个小小的 徽章的设计 让我引发了我的 一些设计的构想 以上我都会跟我分享啊 徽章的设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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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